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一 大涨369点 今天涨那么多 其实你仔细看 三支股票而已 只有三支股票 台积电 台积电涨了36块钱 大概5%左右 联发科也涨了将近5% 鸿海也涨了将近5% 光是这三支股票 占加权指数占了340点 台积电联发科鸿海 占指数占了340点 那大盘369点 可见很多股票跟指数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今天大盘涨这么多 上市的部分664加涨560加跌 一半一半 平分秋色 所以你买错股票也没用嘛 对不对 我买错股票 指数涨300多点 你也是了解 所以重点还是在选股 台积电会涨到哪里 等一下告诉你 红海今天起来了哦 好久没有看到红海 这么大的量 涨这么多 红海一天涨到4%5% 一年没几次啊 为什么红海今天会这样大涨 玩真的玩假的 等一下会告诉你 今天节目很重要你用心听 礼拜五美国股市道琼涨90点 纳达克涨1.14% 费腾报道体大涨4.29% AI大爆发 所以费腾报道体大涨AI大爆发 造就今天台北股市台积电带动的攻势 可是我是要提醒你 我还是要提醒你 美股虽然一直在创高 贝离的讯号还是存在的哦 并没有改变哦 费腾报道体也是一样 贝离的讯号还是没有改变哦 所以在注意的时候 还是要小心谨慎 不要过度的放松 到时候当你过度放松的时候 如果有个闪失 你就会措措不及了 礼拜五美国股市的部分 ADR表现也不错 台积电涨4% 联电日月光 这是奇美光电 也涨4.3% 上礼拜五真正焦点在哪里 在这里 AI相关个股 从安谋 AMD 美超围 高通 博通 辉达 到麦威尔 美光 这是上礼拜五 整个市场的重点 那另外一个在这里 DAO财报发布利多 一天大涨31.6% DAO一涨 另外一个惠普涨3.8% 电脑的硬碟两家 WD跟Segar 涨了8.1%跟4.4% 所以上礼拜五美国是这两组 AI跟电脑这两组 那很多人看到DAO涨30几% 想说今天电脑股会不会跟着一起上来 所以很多人今天去追人保 人保一开 开这么高 拉到涨停之后一路杀下来 今天人保反而 一根长长的黑棒 上级线这么长 量这么大 今天去买人保的 除非你当冲冲掉 否则今天买人保几乎都套 几乎都套 所以跟大家讲过 不要随着市场起舞 一窝蜂在乱追 那可能很多人看到 哇 人保拉涨停了 然后去追红鸡 一追之后也是翻黑 所以你自己本身对于行情看法 要有定见 不要随着市场起舞 你面对了 行情已经走了 已经在动了 当你看到的那一上 那就是过去市了 你的树营是在未来市 所以你要领先前站的判断 不是只是看年前强弱在做 那永远都是不够的 今天台北股市创高 一万九千三百三十三点 重点在这三家 台积电 联电 联发科 这三个只而已 加权指数的部分 相同的规律性 十五天的周期 这十五天的周期 这次上来 选后大涨上来之后 我跟大家讲注意第十五天 十五天到了压回又创高 今天加权指数又冲出去 今天又冲出去 时间周期的部分 从十五天扩延到三十天 double 十五变三十 所以大盘会长到什么地方 你从这根 我教你数 你从这根去数 第三十天 第十五天在这里 数到第三十天 就是大盘要休息的时候 长到第三十天 就是大盘要休息的时候 所以上礼拜我跟大家讲过 时间走扩延 没那么快 会在上面 会走在上面 那今天就冲出去了吧 去数第三十天在什么地方 很多股票都在拉高出货 你看今天很多拉高出货的股票 对 利基 去年还亏损 去年亏损股价涨到两百多 那你还敢买 你看礼拜五涨停 今天根本连跑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经常讲 不要去堆关 人插拨你还要去堆 堆下给你了 对不对 你看今天 技嘉 一开盘5%收盘翻黑 从379到收盘354 一来一回二十几块钱 25块钱 25块钱就要裂掉了 四星KY 开高5%收盘大跌 4565收盘4170 对 收盘4200 这样一来一回 对开盘到太盘 325块 365块钱 这也是啊 哇 一开你又要涨停 收盘翻黑 这也去这管啊 涨那么高的股票了 对不对 你再去追 大盘涨300多点又如何 是不是 大盘涨300多点又如何 所以很多股票在拉高出货 你不要去买买堆 找底部的起涨股 找底部的起涨股 你看上礼拜最强的光电 上礼拜最强的重电类股 对不对 我上回就跟大家讲过啦 起床很高啊 你不要再去堆 啊 涨很高的不要再追 你看礼拜五马上翻黑啦 今天重电的股票 华城 跌了10块钱 中信电工 跌了4块钱 所以不要再去堆高啊 要买 第一步你就要开始买了 底部没有买 一档涨那么高之后 你再去追 承担很大的风险 再找底部的股票就好了嘛 又找底部的股票嘛 你如果找不到 又找不到啊 找林和彦呢 财道KY今天不是快涨停了 不是冲到快涨停了 林和彦在过年前 这里一直叫你们赶快买赶快买 是不是又是都买底部的股票 今天穿要涨停啊 今年八百块叫你们赶快买 今天一千一百一十元 三十八% 从过年前到现在 两个多礼拜时间而已 今天市场话题一定都在台积电啦 今天市场话题一定都在台积电啦 有台积电当然很好啊 今天去五% 有台积电当然很高兴啊 那里面有台积电的 你也不要觉得难过 你也不要觉得舍不得 今天上市会有超过一百家公司 涨幅比台积电更大 台积电五%嘛 一年难得看到几次嘛 那台积电五% 今天上市会有超过一百家公司 单日涨幅比台积电更大的 所以没有台积电也无所谓 对不对 你看今天涨到9% 有没有比台积电过瘾 有嘛是不是 当然台积电我们还是要谈一下 台积电我在580的时候 就跟大家预告700 看完盘第一天709来啊嘛 台积电的周期 固定走15天的周期 所以过年前跟大家讲过 注意第15天 果然看完盘第一天 第15天就落下了 那掉下一度来到675 来到675之后 今天又直接开上去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跟大盘一样 走15天的周期 原本这里15天要拉回15天 结果它直接开高上来之后 变成时间扩延 所以你有台积电的 或者关心台积电的注意哦 台积电第15天完之后又过高 整个周期扩延会到第30天 15天的15天到第30天 所以当台积电涨到第30天的时候 你手中有的要快走 要注意 手中有的要快走 那如果这里被洗掉的人呢 洗掉是洗掉 没关系啦 台积电你这里被洗掉的人 你不会吃开啦 你看今天725对不对 这边是709 差多少 你也不过少赚16块钱而已嘛 16块钱的台积电 以709来算 赚2%而已啊 那你想哦 你在这里把台积电卖掉 哇少赚16块少赚2% 那你卖掉之后 卖掉之后 资金转到材料KY 800多块钱买的 这样30几%呢 涨30几%呢 听得懂啊 你台积电这里卖掉之后 虽然以今天来看 是少赚2% 可是你卖掉的资金 转到材料KY 反而赚30几%啊 这样货买 当然划算了嘛 是不是 当然划算了 但台积电还是要注意 扩研第三十天 其实要买你走就该买了啦 要买早就该买了 林的宴在第一时间 580就跟你讲700 要买走你就该买了 不是到这个时候再追 这个时候再追 贪你又有缘啦 贪你又没追啦 要买都是事先就要买 不要事后才在追 都同样了 你看技嘉当时 380跌到213 谁在买 只有我在买而已嘛 只有我在买而已嘛 低档买 你要赚个30% 50%就很容易嘛 你涨到300多 你再去抢 但还是会赚钱 可是比较辛苦嘛 而且挣得很厉害嘛 扯得很厉害嘛 你300块以上买的人 好贪吗 你这里买的很顺 300块钱以上买的 扭去扒下去 扭去扒下去 扎到你抢不住了 我上海跟大家讲过嘛 买底部你要高报酬 40% 50%很容易 涨高之后还要赚40% 50% 很难啊 我技嘉在220买 我要赚40%很容易 涨到270就40%了 现在在300多你要赚40% 要去那多少 要去那四五百块呢 那么容易吗 不容易嘛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你才容易赚大钱嘛 去管不要去堆 我们再赚底部的股票就好了啊 你看微软 百三百的 过完年143 154 159 这样是不是就22%了 因为很快 技嘉要涨个22% 要涨七八十块钱啊 很难啊 对不对 100出头的股票 百三处啊 处啊一百五十九就22%了 很容易啊 那我带劲也会带出啊 160附近卖出 150附近还有的全部卖出 我带你买的 我都会带你买的 比特币 今天又大涨创历史新高 六万四千了 六万四啊 你看比特币去年8月份才2万五 去年半个25000 半年时间6万4 6万4 比特币相关概念股 这件最坦级 技嘉也还不错 可是两个 维星赚得比技嘉多 技嘉多370的维星才多少而已 才一半而已 所以看今天技嘉 你今天如果追技嘉 一追下来 维星 今天是拉上去 但被技嘉拖累 他会太胖又欺负一口在的 你如果是买技嘉的 太胖你就免费了 所以有时候不要去追高 比较之后 找比较好的 相对价格还在低的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才会容易嘛 对不对 你才轻松 你看美食 350跌到220 我们230买 280买 260买 299买 这样是不是快40%了 这个过程你们都看在眼里了 是不是 底部买 你要赚个30% 50%就很容易嘛 那拉高要会卖 油管怎么买 你如果没怎么买 做白钢 联电 你如果没怎么买 做白钢 钱又套住 环球晶底部买的 470元 全市场所有在买而已 标到639 我610卖啊 我610卖的啊 我610卖的啊 你还不买 555 今天比较好一点 563 572 跟我611也是差蛮多的啊 是不是 我们钱收回来又做 DABLE的股票就好了 再找底部的股票买 不要舍不得 你看大学光 跌了9个月 450跌到270 我们275开始买啊 我每天提醒你 每天提醒你 叫你赶快买 你看275买 307 丁电拜托307 这样一张就32块 10张就32万啊 还在底部啊 还在DABLE而已 还在DABLE而已 买中股票不是很安全 买中股票是不是会占大钱 对 材料KY 买 1250元 跌下来的 我一直鼓励你们赶快买 赶快买 一直叫你们金路区 800 820 838 840 825 拉回850 继续加码 你们都看到这整个过程 今天1110 那贪多少 38% 买5兆就15万啊 买5兆400万 400万就贪15万 上班给大家看过吗 上班给大家看过吗 我一个会员 材料KY 买60张 848到850的 60张 今天1100 今天1100 11500 就算850好了 1张 25万 60张多少 1500多万 1500多万啊 从过年后的布局到今天 从过年后的布局到今天 买60张材料KY 1500多万 我今天材料KY 今天材料KY 目前8050 市价先卖一半 购一半感情比较不算 购一半感情比较不算 我通知的时候在这里 1085 通知完之后冲到1110 所以随便你卖 你卖1090 1100 1100 意思都没得到 收盘 1050 你卖1090 收盘在1050 差40块 一张就差4万啊 五张就差20万啊 一张就差20万去了 我带你进 我会带你出 林的宴找的都是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认同有这种操作方式的 我们一起来合作 广播服电话 金融广告 秀卓马上回来 欢迎来到现场 今天涨369点 刚刚看过 台积电 连八颗红海 三支咬起来 占几手 340点 所以指数完全是三支而已 其他个股走个股的 跟大盘没有绝对的关系 很多开高走低的股票 很多开高走低的股票 记家 对 照例 股王 很多这样走 所以重点在个股 很多股票在拉高出货 你不要去买买堆 赚底部的股票来买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才会轻松如意 你看美食KY 过年前就一直跟大家谈了 800块钱开始买的 今天1110 两个多礼拜时间 38% 你们都有目共睹的啊 对不对 我一个会员 买了60张 买了60张材料KY 过年前到现在 1500多万 1500多万 1500几万 我今天通知 材料KY9.29分通知的 1085市价卖一半 9.35分在这里 随便你卖啊 1090 1000你都卖得到 收盘在1050 你卖1090的 收盘1050 一张什么差 40块 40块 5张多少 40块一张4万 5张就20万啊 差很多啦 差很多啦 带你进我会带你出 带你进我会带你出 你看华瀚 我会给大家看过啦 六个月的大抵 今年订单已经接到1400亿了 我们当时买的 275 275 280 买完之后 买完之后 买完之后就冲出去 我今天也通知啊 华瀚302 买一半 感情较买 买一半 感情较买 今天收盘是不是301 所以不要舍不得 该卖要舍得卖 每时16天16天16天 这个下游就提醒你 第16天注意 第16天注意 275买275买 加不得卖 这一段 291 最高295 275买的啊 是不是20块钱啊 一张是不是又2万 10张又20万啊 这个才刚开始而已 这才刚开始16天的行情而已 三阳工业 一月一时都创历史新高了 每年都在上半年 走大多头 每年都在上半年走大多头 我也是一直跟大家谈啊 还在打底 还在打底 还在72 73赶快买 我叫你净六区 我们72 73 74买的 礼拜五是不是冲出去了 那你73买的 到礼拜五79 一张6000 10张就6万啊 这次沙班 一个多礼拜时间赚6万 而且底部才刚开始而已 底部才刚开始而已 今天有拉回 拉回 要加码赶快 你看汉堂 220买的 280卖出 这样大贪目的 这样会不会大赚 卖出之后 再转到樊宣 樊宣也是底部买的 对买完之后樊宣 是不是又大涨了 你像我这样做 我一档一档底部的股票 带着你做投资 王总统服电话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